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日本打工的阿彤 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下在日本打工 像我这样在日本打工一个月拿到手的钱能有多少钱 一年可以挣多少人民币 那我想呢这个话题呢也是很多网友和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因为呢我就是录了几期关于日本打工的视频 很多网友来问我,很多网友就想出国打工 就问我具体在日本这边打工呢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我把我的状况以视频的方式告诉大家 我在日本这边的一个指向厂工作 我们就是一个月的话上班的贴数最多是23天 基本都是22天、21天、最多23天 一个月休息时间基本都是89天、78天 我们一年的假期是110多天 三年,我在日本打工三年下来总共假期是354天 这时候在日本打工就是假期总共假在一起是354天 我在日本打工呢到手的工资一个月呢 基本上平均的话就是1万多一点 到手的工资一年呢也就10万两块钱 三年打工回国的话也就能拿30来万 在日本打工呢并不像网上有的网友说在日本打工一个月 赠一万七八千八九千那是赠不到这么高的工资的 如果说我们以打工的身份来日本这边的 那是赠不到这么多的高工资的朋友们 所以呢朋友们在出国打工的时候 你要选择靠谱的劳工资 再就是什么 你选择工作的时候找一个比较挣钱的项目 像我这样 我们放假多 那没法 我们一个月放七八天八九天假 我们休假多 我们三年加起来的休假日是350多天的休假日 所以呢我如果三年回国的话 就是在卡里边拿回国拿到我们国家的钱的话 基本上也就30来万 这就是我在日本打工的真实的状况 所以说如果说有朋友们想出国打工呢 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出国打工并不适合所有的人 像我这种 我在中国呢 没有任何的技术 没有什么的 一个月呢 在我们当地呢 就是4000左右块钱 所以呢我还盖了一身的外债 所以呢最后呢 没法我选择了出国打工 我来日本打工 一年的时间把我的外债12万多 却还清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如果就是您对出国打工 有什么不懂的你想了解的 可以就是平台私信 就是告诉我 给我留言 如果就是我看到了的话 我会及时回复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i know you